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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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就是 necesario 川普大臣的警方 那8个人 我先提谁告的 就是我 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一个人担 我的意思就是说最后挂名都挂我身上 反正死猪不怕热水烫 那被告是谁呢 被告有8个人 好来了 英文蔡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还有一个叫 Zhao Xia W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ROC 还有一个叫做 Ming Chi Lai Director General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就是驻旧金山办事处的处长赖明奇 第四个被告是叫做 Qing Shang Tsai 蔡清祥 Th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Justice ROC 法务部部长蔡清祥 第五个叫做 Tai Zhao Xin 是行太招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ROC 这个就是检察总长行太招 还有 Wei Huang Prosecutor ROC 中华民国的检察官黄伟 再来 Chen Wu Liu Public Prosecutor ROC 公诉检察官刘成武 第八位是 Nian Tse Yao Judge ROC 中华民国的法官姚念慈 告什么呢 来我们洋洋洒洒的说明了26点 这26点是把整件事情详细的做一个叙述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向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状告菜片子犯罪集团的这整个起诉状 好首先我说哈 I'm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 former director and journalism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al TV show host from 2014 to 2019 in Taiwan ROC 我先自我介绍哈 我呢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拿到新闻大桌盘播的博士 这是一个哲学博士的学位 同时我是前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 以及台湾大学的前教授 还有呢我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政治脱口秀的主持人 好 第二点呢 in august 2015 好青岛 chinese media released an article questioning the legitimacy of president candidate 英文蔡's PhD 就说在这个2015年青岛日报曾经呢 质疑了这个菜片子的学历问题 所以呢 in the month leading up to Taiwan president election in 2016 就是在这一个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期间 miss chai defended herself by replying to the public that the claims were fake and support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个时候在2016年竞选期间 菜片子集团呢 否认了她说这是一个假消息 而且这是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策动的假消息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要把整个事情来龙去脉都讲清楚 而且在联合国啊 人权理事会当中呢 成员没有中国 但是这件事情到最后 肯定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 人权委员会跟理事会跟非理事会的成员 都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把相关的人呢 都要清楚的罗列啊 不然到他人家说哎 这事情好像跟我没关系了啊 不过有关系啊因为一开始蔡英文呢 这个诈骗集团把整个事情导向说哎这一切都是阿共的阴谋 这是中国的阴谋吗那当然不是啊 林环强贺德芬我 我们三个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啥关系 好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啊 Miss Cai defended herself by replying to the public that claims were fake and support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就把这个事情整个一推推250推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第三点陈述的要指是 In May 2016 Miss Cai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ROC 2016年的1月份 蔡骗子成为中华民国首任的女性总统 我们首先要陈述这整个事情来龙去脉 让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跟相关的国家呢 他们在联合国理事会的成员能够了解台湾 能够了解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我们就提到了 我们说呢 他呢 是2016年的5月份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ROC I hosted President Cai's inauguration banquet because at that time I believe President Cai had a doctoral degree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说我不是长期以来反蔡英文的人 我不是一路反对蔡英文的人 我说在2016年的时候 我还曾经担任她的就职晚宴的主持人 那我做错了吗 是我做错了从今天来看 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明知故犯吗 不是因为我不已有她 我认为她是台湾一个优秀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 而且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我跟大家分享过嘛 那时候我的心情是还算蛮感动的 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政党轮替然后交替 是一个民主政治的非常健全的一种制度的运作 而且我们有幸能够有一个女性担任总统 这对台湾的整个女权人权民主也是向前跨一大步 所以我在2016年主持这个晚宴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澎湃的 是光荣的 但是没想到我做错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让我好悔不已 就是我没有想到我那天兴高采烈的介绍出来的中华民国总统 竟然是一个诈骗集团的首脑 而且这个人从小不学好 从28岁开始诈骗到今年66岁 连续38年的诈骗行为真的是令人发指啊 再来我们来看看啊 那么 In August 2016 President Tsai's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a new act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properties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affiliate organizations The act allows President Tsai and her administration to take over the opposition party KMT exit 我这个地方谈到的是这个党产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2016年的8月份 这个蔡 蔡总统的这个团队 他们就去implemented 就是他们去执行了一个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 就他们开始要来没收 没收这个这个obstitry party 国民党的党产 第五件事情是 就是我要开始罗列 我控诉的不是只是蔡英文的贾博士 我要控诉的是她 从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 对台湾所做的一切违反人权 违反民主的罪行 那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承报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人权理事会 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让他们去这个财 去财夺嘛 我们只陈述事实 对吧 这总是事实嘛 来哦 那么第五个部分 在 April 2019 我的10年 的 political talk show 被判断了 因为我提到 我的提论 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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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ia 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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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提论 な 提论 提论 你 不然大家会觉得奇怪 那你不是曾经担任过这个蔡英文的晚会 国演的主持人吗 那你一定是像黄伟一样 侠愿报复新生愿队为了生计吗 所以我必须娓娓道来 说明一些我跟蔡英文 互动的关系 同时也要谈到蔡英文在台湾这 6年到目前为止6年半的时间 他是怎么样有一步一步的 去做一些违反人权违反民主的事情 好所以我在这边提到 有关赵峰洗钱案在2019年的 这相关的事情 然后我的节目 是怎么样的被他拦腰给砍断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In April 2019 我提到了这个180个million 就是1.8亿 赵峰洗钱案 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再看看说 因为我们穷追猛打 蔡同学的弊案 我在2016年的8月22号 在民事主持政经看民事的时候 我就毫不手软 因为我觉得赵峰洗钱案太奇怪了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觉得奇怪 封存10年 所以快到了 这种案子 封存10年的当中 一定有人上下其手 去把这些证据淹灭掉 从论文门的事情上 我就已经看到 蔡英文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为什么封存30年 为什么派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刘建新 去考试院当秘书长 考试院掌管文物百官的相关的文书资料 为什么好端端的调查局的档案资料室 会突然失火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铺排了 蔡骗子 他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给消灭 而他的消灭是两面刃 他把他不利于他的证据消灭 然后把敌人身上的把柄 趁着越黑风高的这把火 把这些敌人的把柄 从调查局移到他家的仓库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在调查局失火这件事情 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 他的背后的布局 竟然可能是如此绵密的一个阴谋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我想太多了 我真的不能不想太多啊 调查局在新店的这个展报山庄 莫名其妙 一个这个电子的资料库资料档案室 那个应该是防火座的最好的地方 而且既不是天干雾灶 也不是什么木灶房屋 也不是大量的什么植本档案 很奇怪 怎么可能 而且火势如此之猛烈 15分钟之内竟然还能够扑灭 这么大的火势就不是电线走火 因为电线走火的他的火星呢 会慢慢烧 而且这个火星要烧到像这样子野火料源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助燃物 或者是非常大的火势或者风力 很显然的 在调查局的这个展报山庄里面 看不到任何可以在短时间内酿成大火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不会给答案 我们可以寄望在未来也不会有答案 在我说明了这个赵峰案之后 我继续提出了20点 控诉蔡英文在这6年当中 没收了台湾的民主自由跟人权 令人罚指的罪行 跟这8名被告有密切的相关 这段广告再跟大家详细的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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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tin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国的名字 屎者 李宗盛 第1ial Cardies会 今天 提告局限在中文 所以我就提告了一个 英文书写的七页 洋洋洒洒的蔡英文诈骗集团的范刑 好来我们的第六点是 When President Tsai wa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She bragged that Due to her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he was awarded an additional 0.5 PhD degree in her public speech and her autobiography President Tsai's exaggerated statemen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me scholars to read her doctoral thesis and to investigate her PhD scandal 这里面提到说 当这个蔡英文 她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她呢就开始吹牛 她说因为她的这个杰出的表现 所以她获颁了伦人政经学院呢 多颁了给她的0.5个博士学位 在这个国际的贸易方面 那么她说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在她的公开场合的演讲 而且在她的自传当中 另外这个President Tsai呢 她很夸张的啊 她为了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行径 就让学界就包括我在内 包括林宽强在内 包括贺德文老师在内 好奇说 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于是我们展开了调查 第七点 In June 2019 Under public pressure President Tsai submitted the copy of her supposed thesis to LSE's Women's Library 在2019年的6月份 在这个公共的压力下 蔡英文竟然把她的一本 她所谓的论文 递交给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妇女图书馆 第八点 好 我再叙述这件事情的完整性 第八点 In August 2019 President Professor Huan C. Lin a Taiwanese American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visited the LSE's Women's Library to read President Tsai's supposed thesis 2019年的8月份 在北卡的这个大学教授 林环强 她是一位台美人 她就飞到了伦敦政经学院 去读蔡英文的这个所谓的论文 Professor Lin wrote a 50-page investigation report which addressed that President Tsai had neither earned a PhD degree from LSE nor written a doctoral thesis 林环强教授 于是写了一个50页的独立观察的调查报告 她得到的结论是说 这个蔡骗子既没有拿到1.5个博士 她也没有她的论文 The supposed doctoral thesis appear to be a fax draft with missing pages page numbers that do not match the table of contents mixed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handwritten correction etcetera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论文 那这个竟然是一个传真的草稿 而且她有非常多的错别字 错的页数 还有呢 这个这个table of contents 就是她的目录页跟内容 都不在一起 而且她混淆了 这次最严重 美国人一听 英国人美国人一看就知道 这真是假的 因为她把英式英文跟美式英文把它混在一起了 还有手写的更正 I agree with Professor Lin's conclusion because I myself found more than 500 inspelling in present time's questionable thesis that appeared in 2019 我说我呢 同意这个林环强教授的 这样的一个报告 因为我本身 也后来也一个一个去比对 我发现果然 这个菜片子 她有超过500个以上的错别字 在她的所谓的论文当中 在这地方呢 我也附上了林环强教授她的脸书 还有Richardson Report 接下来 In September 2019 before 2020'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0年之前呢 这个总统大选前 在2019年的时候 就President Tsai fired criminal defamation lawsuit against me to cover up her PhD fraud 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 就是2019年的年底 这个蔡英文呢 她对我提起了诽谤告诉 用来掩饰她的整个诈欺行为 第十点 Upon taking legal action President Tsai suppressed all her questionable doctoral records and materials about her acceptance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政治 university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ccess to these documents is restricted until til the end of 2049 在2019年的年底 第十一点 In October 2019 I visited LSE's libraries and was informed that the Sendinghouse Library and Institute of the Vance Legal Studies Library have never received 英文 Tsai's 1983 or 1984 doctoral thesis 这里就提到咯 我不是光这个道听途说 或者是我不是光这个捕风捉影 我亲自在2019年的年底呢 10月份啊 我记得很清楚 10月19 22日这几天 我亲自到了英国的伦敦大学的总图书馆 叫做Sendinghouse Library 也到了他们的法学图书馆 叫做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在那里 完全没有蔡英文的论文 而且我也跟图书馆员 经过对话录音下来 不但没有 而且是从来没有入过馆 这些东西在英国的行政法庭当中 都变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所以我们在行政法庭中虽然败 我们败都是败在行政程序上的败 比方说他们认为说 这个文件已经揭露了 没有必要再揭露 诸如此类 或者是说打回票 他认为说你这个涉及个人隐私 可是在调查当中 他们的法律文件都清清楚楚写到 没有论文 没有入管记录 学生记录表 Kevin Hanks做的伪证是假的 这些东西都将是我们在 未来一步一步的诉讼 包括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当中 最有力的铁证 好 这个地方呢 就谈到说 不管在IALS Library 或者是Sending House Library 都没有蔡英文的 不管是1983 还是你说1984的博士论文 第十二点 这是我们对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出控诉蔡英文等八人犯罪集团 违反人权违反民主 践踏言论自由 同时呢 诈欺作弊 违反国际学术伦理的最大恶行 我们向这个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告的企业完整内容 我跟所有关心这个案子的人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好 第十二点 In December 2019 President Tsai's administrations Past the Anti-Infiltration Act 2019年的12月 蔡集团通过了一个叫做反渗透法 然后呢 The SAE Act An existing social order maintenance act Allow President Tsai's administrations to impose high-fine or 5 years imprisonment prosecution against those who cast President Tsai or her administration in a negative light 这里有提到了反渗透法 还有呢 所谓的社会秩序维护法 最高可以判到五年的徒刑 如果你对于这个蔡英文 这整个集团呢 有负面的评价 这是我们向 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提告 围绕在人权这件事情上面 那欢迎调查呀 看看我们讲的是不是真的嘛 我们说的这些法律 法律都是白整黑字的 我们对蔡同学的诈骗行为 也是白纸黑字 也是指正立立的 我们通通附上证据 所以我估计呢 这一份证据 跟我们后来继续补强的证据 至少超过100页 我们只是初步 给予他一个先提告的内容 跟一些相关的网路上的连结 接下来呢 我们会等候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呢 开始会跟我联络 会跟宇宙静音学院的其他具名的 董事们 会跟他们去慢慢的去一个一个了解事情的真相 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说犯罪集团这个菜片子 你不要侥幸 你千万别侥幸 你掩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好 再来呢 刚刚我们提到嘛 就是你用这个反胜斗法 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去打压 镇压一己 镇压你所不高兴听到的言论 接下来第13点 In January 2020 President Tsai's controlled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laimed that she received 8.17 million ballots the highest number of ballots in Taiwan's President's election history 这我们再谈到 在2020年大选当中 蔡英文用她所控制的中选会 当然是控制中选会啊 中选会是个独立机关 又来了 假独立之名 行独裁之时 一个独立机关 像监察院中选会 这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由 非党派的人 来这个主旗式才对 结果你看 监察院派了一个党派色彩 最浓的 而且是新潮流的大妈 叫陈菊 中选会用了民进党 的资深党员李静勇 你们后来辞掉党籍有什么用 你辞掉党籍有什么用 你整个人脉 你整个意识形态 整个从政的经历都在民进党啊 那你不是党的手伸进了独立机关吗 好我们再往下看 On April 4th day in 2021 这个2021年的愚人节啊 I read two contradictory rulings from Taipei prosecutor 黄伟啊 黄伟pronounced both prosecution and non indictment regarding my criminal aggravated defamation against President Tsai at the same time 我在阐述说2021年的愚人节啊 我从黄伟的手上接到了两份一份起诉书 一份不起诉书 prosecutor Huang Wei refused to classify clarify which ruling was false the reason for judgment states I deliberately slandered the president Tsai because she shut down my political talk show 在那起诉书上说呀 我故意毁谤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关掉了我的这个政治脱口秀啊 所以我其实我像这个位于这Geneva的人权委员会啊 位于瑞士任的瓦人权委员会提出控诉蔡同学蔡英文 我还蛮公平的啊 我把对方的陈述意见 跟对方认为我的犯行 我通通写的很清楚嘛 对不对那大家去调查看看啊 我没有隐藏啊好我们接下来说 呃这个地方就提到说 黄伟refuse to clarify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 到底起诉书不起诉书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的 这两份起诉书不起诉 前面写的一模一样 起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呃毁谤 那不起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毁谤呢 呃是言论自由 所以到底哪个是言论自由哪个不是言论自由 好我们接下来看 president 黄伟rejected my investigation evidence but accepted president has faxed fotocopied questionable documents to convince me convict me 就说这个呃 黄伟检察官呢 他把我所调查的证据全部推翻 然后接受蔡同学那个传真的照片的 好那些影印的那些相当有问题的一些证据 用来定我的罪 ok my attorneys later found that president prosecutor huang kept my supportive evidence in the non indictment file and president chai's 他的这些 in admissible advance in the prosecution file ok 他的意思是说把对我不利的证据全部放到起诉 把对我有利的全部藏在不起诉书当中 我讲的都是事实啊 那个黄伟你不服气的话 你可以去按人权那个人权理事会去申诉嘛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16点 president chai's criminal complaint against me was moved to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ion office to taipei district north court 就是台北地方法院 public prosecutor 6 x 5 defenses president chai's phd scandal for conducting a further conviction to me 就这个案子从台北地结束转到台北地方法院之后 黄伟就开始呢来接手 接下来我就谈到这个案子是怎么样 明明就是一个怎么样都会判我们赢 因为我们指正立立啊 结果竟然起诉我 好这段广告我们继续来谈 我们向这个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告蔡英文犯罪集团 八名骗子的犯行 现在已经进入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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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 day I've got a race d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 know you're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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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more 已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我現在在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向聯合國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人權理事會 提告蔡英文以及其他7名的被告 有關於她這個賈博士 用賈博士這件事情來摧殘台灣的司法人權 包括對媒體人掌控司法 還有對媒體跟所有批評她假論文的這個人 包括了我 包括了其中還提到了其他的人 包括佟仲彥相關的人進行司法的整肅 每件事情都是指正麗麗的 好 那麼位於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她現在是設在瑞士日內瓦 她是哪些國家組成的呢 她這個人權理事會目前的主席是阿根廷級的 那麼現任的理事會的成員包括哪些 我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她是原則上這些理事會是三年一任 好 所以呢 從2022年到2024年 一直到明年的年底 都是同一批的這些安全理事會的一些會員國 他們來負責的 哪些國家呢 在非洲國家有13席 包括了貝南 科麥龍還有 阿利特利亞 鋼比亞 索馬利亞 還有亞洲國家呢 有13席 其中她是作為這個理事會的 這個重要的主席團的一些成員 包括了印度 哈薩克 馬來西亞 卡達跟阿聯酋 在東歐國家呢 有6席 但是進入理事會的主席團的 有立陶宛還有這個摩洛哥 那麼在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的部分呢 一共會員有8席 還有他們的這個理事是阿根廷的 洪德拉斯跟巴拉圭 在西歐跟其他國家有7席 進入這個人權理事會 那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盧森堡跟芬蘭 是理事會的理事 而整個理事會的主席是由阿根廷級的理事來擔任 所以我們向 對於這個瑞士日內瓦的人權理事會提告 這件事情一定會成案 為什麼會成案呢 因為我們會用 最強的律師跟人權團體 一定要去拉比讓這個案子呢 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被看見 好 那我們就繼續去看看 我們寫了7頁有關於蔡英文 在過去6年當中 用盡各種手法違反人權 那她的起源就是她的賈博士 賈博士的這件事情其實 可能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當中 的興趣甚至高於人權問題 因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幾年都在處理什麼 中國的問題啦 俄羅斯的問題啦等等 但是現在碰到台灣的問題 他們眼睛一亮 那麼可能一開始會覺得台灣 不是一個民主示範不錯的國家 但是如果她指證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我相信她會有不同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她能夠成立一個調查團 來調查這個違反國際間的學術基本原則 破壞了整個教育體制的學術詐騙行為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理事會當中 我們看到英國不在裡面嗎 所以英國呢可能也說不上話 那過去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當中 多半都是美國跟俄羅斯炒 要不美國跟中國炒 雙方互相指控你干涉我的內政 或者雙方互相指控你抹黑我們 可是今天這個台灣的學術詐騙 這個事情是普世價值喔 這個東西沒有牽涉到美中之間的矛盾 所以理論上來講俄羅斯不會反對 日本不在我們的這整個範圍之內 但是中國也沒有沒有反對的理由嘛 對不對 美國呢因為我們指證歷歷 所以我覺得他們至少會去仔細的閱讀 所以我們現在呢最大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讓這個案子有一個hearing 的機會 就是要有一個公聽會的公聽的機會 我們希望無論如何 要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當中 來開一個public hearing 那個時候我就要代表 這個我本人就一定要出席 而且我會把所有 宇宙政經學院當中 足以支撐我們的所有的證據證人證物 一字排開 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好好的跟這個騙子詐騙集團 那輸贏一次 今天我們在台灣的法院被你欺負夠了 對不對 現在你用兩招嘛 第一招就是不開庭 完全不開庭給你判輸 第二招要不然就像張詠惠這樣 魚目混珠 稀裡呼嚕給你判輸 就這兩招 那現在比較流行就不開庭 直接把你沒收 連你民事提告 都可以被直接 就把整個案子給吃掉 直接裁定 就直接裁定不受理 直接裁定就駁回 連我們告這個 英國人 對台灣中華民國公民侵權的損害賠償民事部分 都可以光天化日下吃案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那我們就向國際進軍 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只是一開始第一碟小菜 我們後面還有非常多的行動 會一道一道的滿漢全席推出來 對付在台灣的這些惡觀 詐騙集團 好我們接下來呢 再跟大家分享 是我們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告的 法律文件 這整個訴狀的內容 來第17點 我就要談到的 我個人遭受到人權被剝奪的情況 When I accompanied my childre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school started I was summoned to appear in court again On October 20, 2021 At that time, the epidemic in Taiwan was at its worst 我就講到說 我在把我的孩子送到美國來 要把他們送來這邊念書的時候 我在2021年10月20號就被要求要開庭 那在那個時候 是台灣的疫情最嚴重的一個時間 接下來 My attorney 張敬的李政華 fired an application to request that judge allow me access the virtual court for the upcoming procedure preparatory hearing 就說 我的律師張敬李政華 他們就要求我可以透過網路 去參加這個程序準備庭 and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ent a request to court ask for a public hearing regarding President Tsai versus Professor Peng's lawsuit proceedings 好 那很多人呢都寫信去要求 這個案子呢 要在網路上進行 而且希望他能夠公開 unfortunately public prosecutor 劉成武 and judge 姚念慈 issued a 13 year wanted warrant due to my absence in court even though I had written two lawyers present 意思就是說 這個姚念慈跟劉成武 既然發布了一個13年的通緝令 要通緝我 那我呢 兩個律師都到庭了 而且我要求視訊 在這樣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對我發布13年的通緝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跟我所有的外國朋友 就他根本不知道蔡英文是誰 也不知道我是誰 我就描述了我的情形 每一個沒有一個例外 包括墨西哥裔的非洲裔的 包括美國的這個在地的白人 因為我在教會中我接觸到很多的朋友 沒有一個覺得 應該是說沒有一個不覺得這個 都覺得簡直是天方夜談 而且呢 就是甚至覺得這個 怎麼會發生在台灣 他覺得不可思議 有人還把台灣跟China 傻傻分不清 還問說 是不是China在台灣有施行法律 你說 這個台灣 我實在是哭笑不得 好我們再看看 接下來呢 他說 他說 我看到這地方就講了 他說 President Tsai vs. President Pong's Lawsuit Proceedings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案子能夠公開嗎 那這個 楊念慈跟劉成武對我發布了13年的通緝令 OK 然後呢 I didn't face up to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should I return to Taiwan 那我將可能面臨呢 五年最高的有期徒刑 因為 你知道這個台北地方法院 劉成武 他為什麼給我弄了一個起訴 一個不起訴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一直在這個台北地方法院要提告 因為 我其實原本被告的案子有兩個 在這個起訴書上看得到 就我的犯行有兩個 一個當然是妨害名譽 另外一個是 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 這違反選罷法是比較重的罪 這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後來我們研究了很久 就奇怪 為什麼整個案子都完全不提這部分 因為 如果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子 他就必須要三個法官審判 所以當初呢 設計好了 想要把這個案子 在一個檢疫庭當中就把我判掉 來做成蔡同學選舉的這個大內宣 所以算計好 這一切都是算計好的 那為什麼起訴不起訴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這個起訴書 寫到後來 有點 就張貼的東貼西貼貼了半天 有點搞錯了 那他應該應該是分兩個部分來看 但是他不起訴書呢 又不是說違反選罷法不起訴 所以我們怎麼看都知道都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潦草的情況之下 或者臨時最後要起訴之前被長官指示 然後很快的去這個很潦草的 完成起訴書 所以出現這麼多的破綻 他們當時的想法是說 只要起訴我妨害民喻 因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用速戰速決的方法把我定罪 把這個定罪的東西呢 拿到國外去 結果沒想到被我反告 讓他呢沒有辦法在選後撤告 或者是沒有辦法大事化小 我把他狠狠地咬住 那他就把這個違反選罷法扣在手裡 我覺得呢 比方說我回到台灣 他說不定就提告 然後加速審 讓我既然沒有辦法封住我的嘴 就把我關久一點 所以這個是他們設計的一樁這個 就是光怪陸離哈 可是每一步呢都被我們看透了 所以他想要這麼輕易的要對付我 沒這麼簡單 因為我想這個整個大局漸漸明朗 這些法律的惡觀 跟這些行政上的惡觀 我看你們快逃吧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再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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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各位同学我们来关心一个案子 就是陈志忠要去坐牢 这个案子呢 在我的群组当中蓝绿两样情 应该是说蓝营的支持者多半就是 你知道就是看热闹嘛 这个应该是说幸灾乐祸了 觉得该关甚至有人说 阿扁应该一起抓去关 两个人关在同一个牢里 诸如此类 那绿营的就分两部分 一边是这个 鹰粉不说话 那这个扁迷 扁粉就开始为陈水扁教区 OK 我觉得这样子 我不评论你们的好恶 因为这个扁案实在太复杂 对阿扁在台湾的功过 支持者反对者两样情 这个事情讲不完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注意 因为这件事情还在进行当中 就是整个扁案的司法程序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拿来被检讨过 那讲起来真的太多了 扁案当中司法操弄的例子 庆竹难说 接着马英九的三中案也是一样 有太多司法操弄的痕迹在其中 唯一的差别是可能 扁案在2008年期间是马英九执政的司法体系 到了现在马英九面对的三中案 是民进党掌控的司法体系 差别在这里而已 台湾的司法官最聪明 他们是永远的执政党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昨天我看了这个贺德芬老师 接受中式电子包的访问 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台湾的司法没有那么烂 在不涉及最高层政治 跟政治利益的情况之下 绝大部分的法官除了少数 可能就像张经律师讲的 那个10% 15%甚至更多的法官 拿钱办事 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法官 我个人认为了 八成以上的法官 在一般的民刑事 行政案件 或者是专利这些非送案件当中 都还认真的办案 认真的认识 甚至包括你说像黄伟 像刘成武 像姚念慈这些人 张永慧 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一般的案子当中 应该也是兢兢业业吧 有没有拿钱我不知道 就说如果拿了钱 当然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如果他们没有拿钱 我觉得大概应该也是兢兢业业在办案吧 那在司法案件当中 拿钱的人多不多 以前我觉得不会那么多吧 现在应该跟以前不太一样 应该应该改善很多了吧 可是当我看到翁茂中那个案子 从我们的各级法院 那边还赫然发现了 就是被弹劾的名单还包括了 当时起诉我的时候的台北地监署检察长 各位不会觉得很荒唐吗 这些人五人六的人 他们竟然跟这些商人之间 是这么绵密的政商关系 定期的聚会 拿人家的礼物 拿人家的钱 拿人家的手软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个商人翁茂中 在他的27年的上册中 不断的写到送给某某人衬衫一件 又过了一年又送衬衫一件 奇怪了 他这么缺衬衫吗 而且那个衬衫我们看了一看 听说啦 听说是1000块钱左右 你相信吗 在业界的朋友们告诉我说 在业界送礼行贿 代号就是衬衫 请问 我们要办这些简调收贿的人 你还真的以为他们送的是衬衫吗 好 这个事情我们有的讲 因为有200个以上的各级的司法高官 接受了翁茂中的行贿跟参宴 被记录在27本的日记部当中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有的案子呢 看来是被吃案了 你看这个 这个石木青他的这个案子 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好像没事了 就弹劾一下 弹劾是什么 弹劾没什么 就是退休金少一点 完全行不上大夫 好我回到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案子当中 扁案的司法过程 如果大家觉得没什么 那台湾的司法永远不会改变 为什么说论文本很重要 不是因为我本身受到了委屈 所以他很重要 是因为扁案跟论文本的案子都牵涉到了国家元首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考验台湾司法的时候 我刚刚讲到说贺老师说 台湾的司法大部分法官没有问题 可是一旦碰到了政治 这个就是 你看刚刚那个翁茂中的案子也是碰到权贵 碰到少数政治跟权贵的案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用系统的方法去操作 让特殊的司法官 来办这个案子 然后把这个司法官笼络到他们的这些集团当中 而这个集团呢 却因为你看有高官把持 这个集团平常不会去碰你的这个 家事案件啦民事赔偿啦不会去碰 可是一旦碰到 像以前的检察总长黄世民 现在检察总长邢太昭 一旦碰到达官显贵的案子的时候 他们就派出他们的小弟出来裁判 然后裁判的结果当然就顺了他的意 于是他就会去领赏 他就升官连续三级跳像形态招这样 北检检察长蹦蹦蹦跳到检察总长 然后顺便拉拔他的小弟黄伟 就直接升到澎湖地检署 当这个主任检察官 然后一年之后一天都不等 就调回新北 这个就是台湾司法的问题 那就少数的恶官嘛 他们当200个吧 就少数的恶官 你看那是27年喔 二十几年来的案子 所以你除下来吗 一年当中大概就差不多 一二十个恶官 就可以把台湾的司法搞得臭不可闻 这个是问题所在 所以我说扁案这些事情 千万不要抱着幸灾乐祸 看热闹的心情 而是背后的司法的所有 不按照正当程序来的问题 都应该要被检讨 不然这个案子毫无真相可言 好我们昨天前几天我们不断的就 欧崇基老师上我们的节目 就说 为什么在陈志忠在这个时候 一个从 到现在为止 你看从2008年到现在 大概至少15年都没有定验的案子 就在这个当下 陈志忠要去关 而且判刑一年刚刚好终身不得从政 这个排黑条款 这到底是这么巧吗 有人说这是蔡英文出手要整陈水扁跟陈水扁门 就是扁系 那么也有人告诉我说 不是真正的内幕是 新潮流出手 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新潮流的利益 所以这个假说 乙说呢我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乙说的意思是说 最近不是立委要提名了吗 民进党在高雄的这个同一个前阵小岗 是想起来的 谁是自己的 那是新潮流 新潮流是谁是陈菊赖清德 为了要推他们自己人 所以他们必须把陈志忠送到牢里 各位听听这个故事 你们觉得这些人也太狠了吧 只是为了要推自己的立委候选人 一个15年的案子 悬而不决的案子 帮的一个就 立刻送进牢里 这个状况跟 童仲彦得罪了蔡英文 马上抓居官 只为了区区5万块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好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件事情 我也有所耳闻 但是我看了曾淼洪博士 他的脸书 我分享他的脸书给大家做参考 他说陈菊要求要挟陈志忠 不能出来参选立委 否则点点点 因为陈菊要推自己的子弟兵 赖瑞荣 来选这个区的立委 在8年前 这个选区早就已经 规划给陈志忠 要出来选立委 那陈菊就要挟了这个陈志忠说 你不能出来选 他说这个案子呢 是陈菊 是首介入 那陈菊要推自己的子弟兵赖瑞荣 要出来选这个地区的立委 立委是这个地区的立委 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因为他说赖瑞荣是什么人呢 他说当年庆富案的时候 高雄市的海洋局长 那时候银行被搬掉了一百多亿 他下台 来当这个逐户成河 当时的市长就是陈菊 因为这一个赖瑞荣 户主身价肉身党子弹 他说政治的密尬操作就在这里 另外他就提了很多高雄市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政绩 他说当时一个韩国瑜出来 就可以让一个外地人经营高雄六个月 就可以把整个民进党翻盘 他不是韩国瑜厉害 而是陈菊做得太烂 所以他这边提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阴谋论 就是说要关陈志忠是因为新潮流要推自己人 只因为这样 所以要把陈志忠在整个高雄布局的可能性 整个连根跑起 你说这个听起来你不会觉得 这些人也太狠了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连到另外一个事情的场景 就是阿扁不是四处的去帮陈志忠的 这个排陈志忠条款 就是陈志忠条款嘛 这个洗钱一年徒刑就终身不能从政 那这样子不是我坦白讲这样子的一个立法 当然你知道大家都叫好排黑排黑 可是这对更生人来讲是不是不太公平 那这可能凌驾了宪法 好就是你你都你这案子你也没被齿夺公权终身呢 可是你却终身不得从政 这个有点奇怪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不太符合比例原则嘛 对吧 哪天我被抓去关 我变成更生人呢 违反选霸法 那么关个两年 我也是不得参选 但这个合理吗 我觉得不太合理吧 好 那阿扁呢四处奔走去为了这个案子啊 就是所谓的排黑条款 这个有点放大到违宪的条款 去奔走要求行政院立法院总统府去陈情 结果媒体问到阿扁说 你有没有跟民进党总统候选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呢 阿扁怎么说 阿扁说我们没有机会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大概是阿扁求见 被拒绝 阿扁进一步说 如果人家不想跟你讲话 那你要热脸天人冷屁股吗 这讲起来也蛮心酸的 这对阿扁来讲 他可能一手提拔 或者是说 呃 当时 可能赖清德看到陈水扁 在当陈水扁主政 这个不可一世的时候 板凳坐三分之一的人 今天呢 连一个阿扁都不见 那 我不知道赖清德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那当然了当副总统了嘛 而且 人在这个后宫啊 可能 呃 身不由己 但是从这几件事 我把它兜在一起 陈志忠的 入狱 他的终身不得参选 恐怕不是想象中 这么单纯的一件事 不是一个 呃 抓去关啊 实现公平正义啊 洗钱就该关 洗钱就永远终身不得参选 他背后的算计可能远远超过 你我小老百姓 一个很单纯的判断吧 好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 圣经的话语 我们要分享的是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坚定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 互相勉励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周末愉快 明天见 哈 阿 希望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